快看,不要怀疑,这是用AI生成的漫画 嘿,我是忍者妈妈,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如果你想要学习Stable Diffusion,但又觉得安装程序太复杂 硬体成本太高,夏季电费太贵 更怕自己三分钟热度,花了一堆钱,最后不想玩了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新工具,TensorArt 可以把它看作是网页版的Stable Diffusion 虽然我们之前介绍过一些AI生土工具,也都是架构在Stable Diffusion的架构上 但TensorArt的界面及控制选项是最接近Stable Diffusion的 想学习Stable Diffusion的同学,不妨先从这个网站入门 确定真的有兴趣之后,再自己安装 首先,我们来到它的网站,又Google账号登入 在账号这边可以切换语言,在左边列表中选择模型 这边有各路大神训练好的模型 在上面这一排选择自己想要的分类 我们今天选择动漫,然后点入自己喜欢的模型 往下拉,有一个专案权限 可不可以商用就看这里 每个模型的规范都不一样 再往下拉,有很多用这个模型生成的范例 回到上面,右手边可以透过对话直接生成图片 如果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类型与模型 可以先在贴文这边寻找自己喜欢的范例 我们今天的教学以进入模型生图为主 进入模型之后,点选运行 这里出现作者推荐的参数,点选使用 进入到这个画面,左手边是所有参数设定 有三种生图方式 纹生图,图生图,纹生动图 右手边是生成的结果 首先我们来看纹生图的部分 直接输入你的提示词 这边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输入单词时 它会自动列出选单 你就可以直接从选单选取 如果不知道要写什么 可以点选随机生成提示词 如果有参考图片 可以点选解析图片提示词 上传图片 它就会依照你提供的图片生成提示词 然后按创作 它就会自动带入提示词 这边还可以选择提示词认色 认色后的结果会是这样 你可以根据跑出来的结果 再决定要不要使用这个功能 这边可以填入负向提示词 再来模型这边 我们刚刚已经选择基础模型 在基础模型之上 我们还可以加上Lora来调整风格 加上ControlNet来调整姿势 这边有几个现成的可以选择 也可以在图片预处里 上传自己的图片 它这边会自动分析股价 或是在控制图片 直接上传股价图 那股价图要怎么来呢 在OpenPost这个网站 有很多可以参考下载 点入喜欢的图片 在新视窗开启它的股价图 滑鼠按右键下载就可以了 再来VAE是用来改变影像色彩 相当于相机的滤镜 然后选择图片大小 这边要注意一点 如果你是使用图身图 或是有使用ControlNet的功能 两者的图片大小要一致 不然就会像这样被切掉 再来采样演算法 是指用多少次把噪点移除 简单说就是移除不相干的资讯 次数越多 影像品质会越好 当然使用的算力也相对多 就像洗米煮饭一样 刚开始洗水很浑浊 洗越多次水越清澈 多余的淀粉就会被洗掉 米饭煮起来就会比较好吃 但用掉的水就会比较多 大概是这个概念 如果希望算涂速度快 可以选择这两种 如果希望影像品质高 可以选这种 采样次数一般建议在10到30次左右 提示词相关性建议在3到15之间 滑鼠移到每一个问号 都有各个参数的说明 及建议数值 再来C的值就是 产生初始影像网格的起始点 使用相同的C的值 可以提高角色的一致性 进阶设定这边我们就不动它 选择高清修复 可以提高画质 但要注意尺寸放大后 是否有超过免费版的限制 选择A Detailer 这边有针对脸部、手部 或是全身的修复模型 可以加入Lora指定风格 还可以增加提示词 及复项提示词 这里有一个重绘蒙版模糊度 就是类似Photoshop的语化程度 影响重绘部分与原图的衔接是否自然 最后选择是否需要透明背景 以及图片数量 按下生成就可以咯 使用的功能越多 扣除的算力就越多 图片生成之后 如果满意 右下角按下载就可以咯 目前免费账号只会保存14天 如果忘记当初生图的设定 点进图片 右手边就可以看到 生成这张图片的所有设定 如果不满意 可以直接重新生成 或是将滑鼠移到图片的右上角 目前有六种处理方式 做同款 大家都一样就没有差异化 图生图可以在这张图片的基础上做变化 高清修复跟修炼器 跟之前讲的一样 你可以选择一开始生图 就设定 或是等图片生成之后 如果不满意 再修正 描述修图的效果 不会比局部重绘来的直接 以这个例子来说 我们有两种修图方式 第一种是选择修炼器 选择模型 输入反向提示词 我的经验是输入 3 hands比more than two hands好 以语义上来讲 more than two hands是比较正确的 但是3 hands对AI来讲比较容易懂 它的错误通常是三只手或三只脚 很少看到超过三只的 按生成就可以咯 使用这个功能 模型这边一定要记得选 它才会正确修正你要的部位 不然它的预设都是脸部 手跟脚就修不到咯 如果这个方法无效 我们可以采用第二种局部重绘 用笔刷选取要重绘的部分 输入提示词及反向提示词 再按生成就可以咯 另外我们也可以使用 局部重绘的功能 来单纯改变表情 改变表情时 笔刷记得选到整个脸部 包含眉毛 不然它重新生成时 很容易多出一对眉毛 这样美女就变成鬼咯 当然也要注意 不同情绪通常也会伴随着不同动作 像这样就会觉得怪怪的 单纯更改表情的功能 比较适合在正确的动作之下 想要表现出更强烈的情绪时使用 如果修图一直不如预期 建议直接重新生成会比较快 讲到这边 图生图的部分其实已经讲完了 功能都一样 至于纹身动图的部分 除非你可以把提示词写得很详尽 或是完全没有任何想法 不然结果通常不是我们想要的 可控性很低 而且会消耗很多算力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用图片来生成影片 这个模型生成的图片相似度都很高 虽然可以达到角色一致性 但相对的 大家生成的角色都一样时 你的市场差异化在哪里 如何让外观相似的人物活出自己的特色 在观众心中形成自己的独家记忆点 角色的灵魂取决于你的创造力 当然你也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 训练自己的模型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